今天我来剪头发 很多朋友说 哎呀你的头发好无力留得这么长 长头发好看 其实我也知道长头发好看 但是我觉得头发跟花草一样的 需要修剪才能长得更好 以前我都是回国剪头发 因为电视台很多的造型师啊 发型师 那么这个发型师呢 是我在美国找到的 一个比较满意的发型师 好那我们一起来享受剪头发的时间吧 啊那现在我在这儿 一会儿我开始蓝头发剪头发了 嗯 一块二十分钟 就把颜色剩上去了 现在我在这里等了四十分钟 好现在头洗完了 头发蓝好了 现在要开始剪头发 经过两小时四十分钟 我的头发蓝好了也剪好了 师傅还问我说 需要多长的长度 就是短一些吧 其实师傅还觉得有些可惜哦 但是我觉得既然要剪头发 就是要变个画型哦 特别棒 然后时间不长 而且准备到的时候就我一个人 而且是不是把门关了 锁子了 外面的人不能进来 我们全身戴口罩 进门的时候置了一个自动的体温计 我来测一下今天我的体温 三十六点三度很正常 还有消毒手的 不过女孩 特别要消毒 所以刀发廊做头发是很安全的 今天剪了一下头发 感觉整个头都轻松了 所以发型对一个女人的气质来说 是相当的重要 比化妆还要重要 我今天一股花了120美金 给了10块钱小费 所以非常的感恩 我们现在可以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